恋爱综艺半熟恋人已经接近尾声 节目一共是十位嘉宾 他们的感情线也已经基本稳定了 黄瑞恩和罗盈在节目里就已经牵手成功了 毫不避讳面前的镜头 于悦罗拉 王嫩嫩之间的三角恋也已经沉压落定 于悦已经出局了 王宇成突然从中南身上转向罗拉 但他一点机会也没有因为罗拉只把当弟弟看 最懂罗拉的人是王嫩嫩 其他嘉宾虽然在感情上没有成功 但是他们付出的努力值得尊重 但熟恋人开播以后热度很高 观众之所以喜欢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嘉宾们很成熟 说话做事让人很舒服 即便是爱而不得也不会令人反感 在半熟恋人所有嘉宾之中 有两个人挺令人心疼的一位是男嘉宾周景顺 另一位是女嘉宾杨梦静 这两位之所以令人心疼 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都住着一位不可能的人 周景顺喜欢罗颖杨梦静喜欢王嫩嫩 可惜罗颖和王嫩嫩早已经心有所处了 周景顺和杨梦静也不是不明白局势 只是心里都想再努力一下经过一系列的努力 两个人都选择了放弃 在海边夜话这场坦白局上 他们都选择与新上人进行告别 可同样是告别 却有很大的不同 从第一期节目开始周景顺就对罗颖很有好感 首先两个人是老乡初见面格外亲切 其次罗颖的确是很有魅力的女孩 只是她从头到尾都没有让罗颖心动过 周景顺自己也明白在纠缠下去毫无意义 在海边夜话的时候 其他人都约了新上人聊一些感情上的事 而周景顺只是给罗颖放了一首歌 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周景顺给罗颖放的是分分钟需要你 此前周景顺给罗颖准备了一份礼物 他找在电台工作的朋友帮忙 在电台里播放了一首分分钟需要你 只不过不是原唱林自祥的版本 而是之前罗颖在录音棚里的版本 周景顺的心意让人很感动 可惜在盲选约会的时候周景顺没有约到罗颖 所以这份心意一直没有送出 周景顺选择送出这份心意并不是想力挽狂澜 只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给这份单恋画上一个句号 所以在海边夜话的环节中 周景顺给罗颖放了这首歌 歌曲放完周景顺也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而是接触了这场谈话 他不想给罗颖压力 不想让对方尴尬 周景顺的告别非常体面和成熟 相比于预约而言 周景顺才是真正的苦情男二号 相比于周景顺的体面和成熟 杨梦静的告别就没那么体面了 在白天的时候 他已经和王嫩嫩进行过一次聊天 王嫩嫩很明确地表示 自己更想和罗拉多接触 两个人已经把话说明白了 可是到晚上的时候 杨梦静又把王嫩嫩叫出来聊了一次 在海边夜话环节 杨梦静又问了王嫩嫩的感情观 和一些感情经历之类 这些问题让王嫩嫩比较尴尬 因为他不想对杨梦静说这些 两个人已经没有可能了 杨梦静继续咄咄逼人 也无法让王嫩嫩改变心意 杨梦静其实也明白 王嫩嫩不可能回心转意 他也准备给这场单相思 画上一个句号 只是杨梦静一见到王嫩嫩 就控制不住自己 总是想多了解他一些 殊不知他问的越多 就陷得越深 同时也会给王嫩嫩造成压力 因为王嫩嫩根本不想聊这些 既然是告别 就应该给自己和他人足够的体面 千万不要让对方感到尴尬和压力 既然决定放手就潇洒一点果断一点 很明显周锦盛足够潇洒 而杨梦静似乎还没有彻底放手 他的告别有些拖拖拉拉 还给自己留下了幻想的空间